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怎样去推断一个小朋友有没有鼻敏感呢 其实最主要是一个临床的诊断来的 就不是靠做检查去发现的 但我们就要问小朋友的病历 过往的历史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最常见的症状是避失鼻水打痴和避痕 但如果有时我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有反复性的发生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他们早上起床 很多时候都会打痴 流鼻水 腰身鼻 甚至一段时间过来两个钟后 一般来说都会好一点的 又或者去到下午时突然好像没了事 但第二天早上同样东西也会重复发生 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去到季节有转变 又或者有些方粉的季节 他们有变差的 恒常地每一年都会发生同样东西 我们就知道这些人有鼻敏感 但是小朋友如果有意 他一开始开学之后 那些小孩交换病毒交换细菌 当然会随着 那些是否很难和鼻敏感分辨呢 的确是有点困难的 但我们不是看单一性的问题 我们最主要就是看他的重复性 过往他小朋友的情况是 没有不舒服的时候 他都常常是这样的 又好像我刚才说 早上起床常常都抗鼻 明明没有病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之后其实是有鼻敏感的 但当然有鼻敏感的人 都可以有双丰咳感冒的 所以有些时候 如果他本身又有咳咙又有喉咙 又有发烧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其实小朋友都真的病了 所以那个重复性和模式 或者我们叫做pattern 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一个季节性的影响 如果你的季节性 或者是重复出现了 小朋友有那些流鼻水 或者是鼻痕 或者是打痴 这些就可能要特别留意了 那我想问一下余医生 其实有什么主要原因呢 鼻敏感呢 鼻敏感呢 其实主要原因 都是一些致敏原 依附在我们的鼻黏 上高度导致到一个 我们香港小朋友有很多 是的 每五个小朋友里面就有一个 哦 那就是说 如果小后里面有1000人的话 有200个小朋友就已经有问题 一点也不少 是的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 那就是 如果他们有什么成因 那就是他们因为过敏 那究竟在过敏 那究竟在过敏什么呢 那就是有分两类的人的 有些行常性的 就是经常都是看到他们有问题的 一般来说他们敏感的那些东西 就是这个 尘满 猫菌 蟑螂 那些猫狗 那些皮泄物 那之类的 那如果那些季节性的那些 通常都跟那些花粉那些有关系 那些花粉可以是花嫂树木那些都可以 那很多时候那些家长 但是这些小朋友有来看医生 通常都要你赠一句 他就说需要戒口和食物有什么关系呢 和食物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他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致敏原的关系就比较多了 对 那其实需不需要做那些过敏测试 那个过敏测试的用途 我们要知道他就不是用来断证的 但是他可以帮助到我们了解到 小朋友的病征是怎么走出来 还有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到他 他我们做过敏原测试 最主要就是知道他比如敏感测满的 那我们知道要针对性去先除去测满 如果他是对于这些花粉有敏感的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针对性地 帮他避免这个花粉的接触 那但是也都同时间 因为现在的医学窗迷了 那以前呢 鼻敏感其实是没有得医治的 那现在呢 就已经有个脱闻治疗了 那如果我们知道 那如果我们知道 小朋友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有鼻敏感的 有需要的话 或者症状很严重 想处理得多些的 或者更加好的 可以考虑做脱闻治疗 那如果是你刚才说的 鼻敏感原来这么普遍的情况 五个里面有一个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一般市民和小朋友里面 他有什么的方法呢 可以预防鼻敏感呢 预防鼻敏感呢 最重要呢 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在敏感什么 那比较多些的人呢 其实呢 都是敏感这个层门的 如果是敏感层门的话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维持空气室内的濕度 就不要那么高 最好有百分之五十以下 那用些防层门的寻具 那些床铺皮单 最好一个礼拜最少洗它一次 用高过六十度的水去洗它 那这样的层门才会死的 那里外就多常打掃的 这些都是要做的 那如果譬如在家的话 如果小朋友是敏感些动物的话呢 那有些就有点点困难了 最好当然是不要养它 但是有时都很困难的 如果真的要养它的话呢 那我想就要放在家的外面 会比较好些 真的不死得那些仓鼠 是的 就放在家的外面 就是室外养 简单一点两句 但是在家里面 叫做 规范了它的活动范围 其实不是很帮到手的 但是 但是 有时不能够做到的情况下呢 我都会照做的 希望都可以帮到一些 那在动物上呢 就要多些勤打掃 又要多充洗 有时猫有比较困难的 就算多充洗 或者规范了它也好 就算在室外也好 就算在室外也好 猫也喜欢洗澡 是的 而且它的皮线 和便便的东西 更容易氧气 在空气之中 所以它构成了指纹问题 比较多一些 和高一些 所以如果可以不氧 最好不要氧 不过有时 都可能感情深厚 要留在家里 就唯有勤打掃 是的 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以医生介绍 另外我想问一下 一些小朋友很常见的 一些敏感情况 叫做疯懒 什么叫疯懒 疯懒 疯懒就是有医学名 叫做沉麻疹 其实沉麻疹是很常见的东西 百分之二十的人 其实在一生里面 终会有一次 终会有一次 其实它基本上是皮肤 对于一个过敏症的 其中一个表征 一般来说 它对于一些敏感造成的 它有急性和慢性的风暗 其实两个有什么分别 急性那些 基本上就是 百分之二十的人有急性 这些通常都是小朋友 会有的 有些人和感染有关系 但是比较多些 和一些吃了 或者接触了的东西的敏感症 会有关系 男和女的区别 就不太多 至于慢性那些 或者我们叫它 重复性的风冷 这些就说 它的风冷会维持到 比较长的时间 去到六个星期或者以后 都还在发生着 一般来说 这些人可能都会 那个症状都会维持到 比较久一点 可能去到半年 一年 都会有的 但是一般来说 它可以大部分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 但是也有部分的人 就是有些其他原因 例如接触了一些 有些身体有些不舒服 例如有些 类风湿性关节问题 敏感问题 免疫系统的疾病 对 其实它们这么常见的 一个皮肤问题 其实它有没有 一个岁数的限制 或者有没有 哪些岁数的小朋友 是特别多的这些问题 其实它有没有 一个岁数的限制 不过一般来说 比较小的小朋友 就会比较多些是急性的 急性 如果说 这个重复性 或者所谓的慢性 一般来说 就是一些比较年长一点的 不是年长的 而是中年一点的 三四十岁的女士 会比较多些 小朋友就比较少一点 少一点 不是可以的 都可以有的 都可以有的 是 那它是致发性 和有发性的沉环疹 有什么分别呢 两款呢 其实都是属于 这个重复性的沉环疹 的其中一项来的 那么 致发性那些 通常同于 身体的问题有关 就是那些免疫系统问题有关 或者有少部分 可能跟那些 男症类那些 都可以有关 但是如果是那个 有发性的话 一般来说 就是跟一些比较外在的 实质一点的东西 去刺激到皮肤 例如就是 热空气 冷空气 有些风 去影响到 而发出来的 就叫做有合性 嗯 如果真的 家里有 就是沉环疹的小朋友 那它日常的生活 要有什么要注意呢 哦 其实呢 它们最要知道 自己在问些什么 就是 尽量避免它 如果它是 因为食物敏感 那我们要避免 做一些食物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说 当我们见到 有个 循环疹出现的时候 我们除了要知道 要处理它之外 我们都要留意一下 小朋友有没有其他症状 尤其是有没有 那个 呼吸系统 或者 循环系统出现问题 例如 他们突然觉得 不能呼吸 呼呼声 呼声 脱腿了 觉得肌肉匀 脸昼 脸显怀疤 这些就是 一些大敏感 就是高敏性幽克 而这些情况 是有机会影响生命的 如果见到这些 我们就要立即送它去急症室 至于药物治疗方面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药物 包括抗组疾胺 有分H1和H2 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两者一起用 有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問題 小朋友或是用了抗素症狀一些都不好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用類固性的藥物 不過用的時間都是比較短 如果重複需要用類固性藥物的話 亦是一個時間告訴我們需要找民間科的同事幫忙 這個沉華審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過問現象 除了預防之外 家長要留意有沒有比較嚴重的過問反應 因為這些就像剛才葉醫生所說 是會影響到生命甚至會危害生命 多謝葉醫生 謝謝